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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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面对汪峰老师点评时 许歌阳得到了自己导师的肯定 歌阳今天发挥的是最棒的一次 哇 这力量 我感觉那个箱子快掉下来了 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他可能他是一个上台型的 他每一次的排练都很稳定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歌阳每一次的排练都会有所保留 就音量上 能量上 那么他上到台上之后 这就是我期望的 确实很震撼 很精彩 谢谢 杰伦老师在点评宇田时 形象地把他的婉转高音 比坐电梯板直上雨霄 宇田呢 其实在彩排的时候 我都很担心的地方是 其实我替他紧张了 在彩排的时候 我想说 OK 拿下麦克风 然后突然 你知道吗 连我自己都会紧张 你知道吗 那这个 他在彩排的时候都会用 唱高音的时候 我比较紧张就是 他会用滑上去的方式 不过刚刚是 直接坐电梯到顶楼 我觉得很棒 那其实这个 完全两个不同音乐风格 我觉得但是今天 都是让我们观众都享受到了 对 谢谢 那佑老师 没有对宇田的歌唱方面 进行点评 而是表达出感动在 做宇田妈妈和外婆的 那种幸福的感受上 对徐克洋的评价 则是一身见血地指出 很荒风法 具有毁灭性的声音 做你的妈妈和你的外婆 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 你是妈妈 那个是外婆 真的 外婆超嗨的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都已经忽略了 你唱得怎么样了 我一直是感动在 感动在做你的妈妈 和外婆的那个感受上 真的很幸福 这首歌选得也好 编曲完全 从前奏一起来 我就想 这就是汪峰的范儿 编曲就是汪峰 再说整首歌的编曲就是汪峰 如果这种编曲没有一个这种毁灭性的唱法 这种声音 基本上是驾驭不了这个编曲的 您说我说的对吗 比我的要更新 就是其实前面 他编曲不是这样的 对啊 他前面有很多电子的成分 这次加进去 编曲不是这样 对 所以所以这也只有 许歌阳配 这样的唱法和编曲 非常的精彩 他有一个进步的 就是我们在讲话 他不看地上了 他这次真终于看到了 而且他会笑了 他会笑了 对对对 活过来了 很好 在纳佑老师的点评后 哈林老师就像学生一样 请教着宇田的固定音高 南辕北辙 一个直来直往 一个变化多端 那我是第一次听到 宇田唱这样的抒情歌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转key的时候 你是有绝对音感记音 还是你最后一个钢琴的音是 领你到下一个key 其实是 就是要记住那一个音 然后 然后出来就是要有 就是唱到那个音 深一 深半个音 那前面那个是无法提示的 对啊 没有 他并不是弹到那个音 所以等于是他弹到那个音 他出来要记那个音 深半音 对所以我在录音室 大概录了八到十次吧 没有啦 其实这个 这个很恐怖啊 听完几位导师的点评后 宇田表达了对杰伦老师的感谢 也感谢了家人的支持 在音乐的大路上 第一次有像杰伦老师这样的人 来给我这么专业 还有给力的指点和帮助 我非常感谢杰伦老师 然后能够代表 地表最强战队应战 这么强的对手 也是我的荣幸 谢谢我的家人 从小培养我 练钢琴 喜欢音乐 然后这么晚了 辛苦你们了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谢谢你们 徐歌阳也是表达了对汪峰导师的感谢 这个舞台收获的 不仅是美妙歌声 更是种种感恩之情 我选这首歌 《横丛举照》 我觉得 闯吧 闯到了现在 我觉得非常的幸运 然后我感谢王峰老师 他真的 在我最煎熬的时候 王峰老师就是一个字 一句话 就是这样 就是来回抠 然后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几位评审 也是给出了非常专业的点评 并说出他们投票给选手的理由 爆发力 简直就像是那个 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就是动力是源源不断的 谢谢 先讲宇田的部分 我觉得你的表演呢 非常非常的流畅 你徐歌阳 那我觉得 差别在于 灵魂的深度 宇田选的这首歌 我个人一直非常喜欢 他演唱的时候也很好 很放松 很投入 徐歌阳 因为他的声音真的是 太震撼了 感觉灵魂都在颤抖的样子 谢谢 在两位学员出色的发挥后 还是要有一个结果 一个是踏上荣耀之墙 一个是离开舞台 51位专业评审 最终会做何选择呢 感谢宇田与徐歌阳 带来的精彩表演 恭喜徐歌阳 进入荣耀之桥 在面对宇田 离开舞台之时 杰伦老师 被宇田的外婆所感动 把仅有一次的复活权力 给了宇田 有切只有一次 按动蓝色按钮的权力 宇田 想对导师 还有观众说点什么 我最后想说的是 比赛有胜负 但是音乐就是音乐 重点是 你的外婆来听 我觉得 应该是要 好不好 好好的谢谢她一下 好 好吧 你想要下去了吗 拜拜 接活 好 感谢宇田 宇田 再见 接活 好吗 没有她让你下去了 让你下去了 下去了 对 没关系 演唱会 好 你要抓住 要抓住 让我们记住 宇田 再见 好 她抓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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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会有 中国新歌声音乐 今天老师认识了蓝色的按钮 又起来了 你是最棒的 来 有什么话 要对杰伦家 我觉得这个比 得到冠军还荣耀 谢谢杰伦老师 雨天现在要去抓紧时间 准备终极之战之前 杰伦老师 有鼓励吗 没有鼓励 加油 面对复活机会 相信雨天会在之后的舞台上 越战越勇 坚持自我 就像杰伦老师外婆中的歌词 外婆露出了笑容 说她以我为荣 浅浅的笑容 就让我感到比得奖还要光荣 雨天加油 娱乐蒙场编辑报道 在导师对决当中 第二组上场的是 曾敏杰和蒋敦豪 一个性格不羁 古灵精怪 一个沉稳 敏腆 但这一次呢 都选择了摇滚曲风 分别为大家带来了 爱什么稀罕和离开北京 最终到底是谁的歌声 能够撩动更多人的听觉呢 喜欢摇滚的人 肯定已经按捺不住了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中国新歌声 首场导师对决 也将开战 中国新歌声 进入了导师争夺战的激烈时刻 大家都在想进入鸟巢冲刺野 今天是杰伦老师 和汪峰导师的争夺战 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先来欣赏杰伦老师 代表的地表最强战队的 开一场秀 不愧是天才型歌手 可以把恒星最后一句 改成烟花一冷 王峰导师的梦之队也是不错 带来的是蜗牛 在这一期的中国新歌声中 前轮老师和汪峰老师第二轮的对战中 将迎来蒋敦豪和曾敏杰的对决 人来风少女曾敏杰 带来一首极具爆发力和律动感的 爱什么稀罕 边唱边不忘挑逗导师们 爱什么稀罕 不要再等待 你若是摇摆 只好说声拜拜 爱什么稀罕 我选择孤单 你若不敢耐 决定不算太晚 就是要从现在 把你赞出我们 我爱 蒋敦豪则演唱出了一首 诉说悲伤爱情故事的 《离开北京》 今天我就要离开北京 让我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说爱你 王峰导师开启一贯的风格 中肯的评价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蒋敦豪找这首歌的时候 我跟他说 有没有一个勇气挑战一首 很少人听过的一首 因为也许在歌曲的熟悉度上 你会吃一点亏 但是这首歌确实好听 而且感人 敦豪他对于很多旋律的把握 极具他自己的特点 但是让人听完了以后是感动 谢谢敦豪今晚唱得好 这个曾敏杰也是大胆的 狂呛纳英导师好 这又去惹汪峰 真给自己的导师添光彩 而秦伦老师也是用轻松幽默 给出了曾敏杰一些建议 彩排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疯 对而且还敢走到导师面前这边 我很怕他掉下去你知道吗 对着汪峰老师说 什么你小男孩子 没有对他讲英文 他刚才在叫我过去 因为他知道这儿 他自从惹那音乐 在惹汪峰 其实我刚才讲说你讲那段英文 你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中文就好了 前面比如说在唱之前都很喜欢 I say I say You know 我说 Come on 我说你 I say 你在say什么 say什么 对啊 你难道不知道你导师是最讨厌英文的吗 对啊 不是最讨厌英文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有这种气氛 I say 什么in the house 就是在这个房子嘛 就是 就在房子里就好了吗 对 很容易把他们那些 听到的口头用语就用在自己歌里面 不过值得夸奖 是他大部分他唱的还是中文歌 对不对 而且他的优点是 他本身他的那个天生 他的嗓音很好 我觉得他声音音质都很棒 王峰老师这边 也是拿出了宝贝乐器暖气片 一开场 这声音就吸引了众人 带入了一个情境里面 我希望这首歌有一个 有特色的乐器 可以让人揪心的 然后他就推荐了 刚才这位新疆的朋友 他那个是一个暖气片 是暖气片吧 还是 暖气片 暖气管 暖气管 就是他只能用暖气管做 你说那个暖气的管子 对 暖气的管道 而且你离得远 他并不是放在嘴里这样吹 他是搁在这 你就看着 他像一直张着雪盆大口子 跟你说话 对 他有发出不同的声音 都是用那个暖气管吗 中间有一个地方 他换了一个更小的乐器 有一句是 头尾全是那个长的 对 那个为这个音乐 也是增加了很多情感 我们刘卓老师那边 宝物不少 对 全是人才 对啊 难得曾敏杰唱一次快歌 从此 耿直歌又多了一个外号 人来风 也是有的四位导师 在现场一阵欢笑 曾同学这个人来风啊 嗯 这个他平常唱快歌吗 节奏的歌 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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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唱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唱那一类的 有律动的 他之前的两次都是 半歌 抒情里面带着节奏 比较R&B 所以他今天一唱快歌 哇 可能 一会儿本来就是很少唱 一会儿本来就常唱 终于 憋不住了 今天让我表现一下 我估计他也是豁出去了 碰到蒋真好 他就想自己好好的 我就把我 对对对 该做的事情做好 很放松 对 不过那个人来风很有趣 前面只有吉他 大家嗨起来 嗨 只有那个筋筋 嗨一个头啊 嗨 很难嗨 对对对 感觉就是叶子无贵了 对于人来风 曾敏杰和淡淡忧伤的蒋敦豪 哈林老师和纳英老师 很形象地评价了两位选手的特点 我挺喜欢曾敏杰的这种 就是他有 他的声音的独特 那声音独特到 从上一次唱伤痕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就他自己的 他是属于那种就是 天生的嗓子 可以 其实不一定唱这么多律动的 你要唱别的类型的歌 也是记忆力 叫记忆度很强的那种声音 你的能力是可以做得到 把一首歌帮着导师再加分的 那个蒋敦豪的声音就是 带来的就是伤感 蒋敦豪同学平常会不会笑啊 会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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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显然又是强烈的对比嘛 一个热情如火 人来风 一个年纪轻轻 可是很冷静 淡淡地说着一个悲伤的故事 曾敏捷坦言 今天唱得很爽 但还是被杰伦批 还是别说话了唱歌吧 谢谢各位老师喜欢我 然后谢谢乐队老师 很辛苦了 已经排了几天了 然后就是我今天这里 在这里已经唱得很爽 谢谢各位评审 在这里坐了等那么久 是这样说话 对 我其实不太不太不太会说话 那先别说了 杰伦就是爱你唱歌 叫你小说话 对啊 好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说导演 导演瞒着我 叫了我家里人过来 我妈嗨 然后我爷爷 然后我小姨 我小小姨 还有我小姑都在 哪个是你爷爷 谢谢你们爱我 蒋东豪是一个 有情有义的游商少年 感谢了为他改编歌曲的 两位音乐老师 特别想说一下 我们这次特邀的 两位乐手老师的名字 一个是那个古典吉他老师 他的名字叫大象老师 老朋友啊 把我的大象给用了 你偷人家的大象 然后还有一个是 来自于新疆的 民族乐器吹奏老师 坦坦老师 谢谢 坦坦老师 手上那一根就是暖气管 对对对 暖气管做的 因为他们俩在这里面 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加入了来自于新疆的一些乐器 这让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别的表达 谢谢 非常谢谢老师 最后我再提一下 我的家乡新疆吧 那里是一个美丽 普世无华的地方 然后希望大家 有机会都可以去新疆看一看 谢谢 各位评审团的老师们 评论的也是一尊见血 各持己见 且听他们如何评价的吧 这是一个魅力与实力之争 敏捷 这是一个pop rock的歌曲 你的驾驭力 必须要展现你的所谓的实力 跟魅力并驾齐驱 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曾敏捷 这个编曲我觉得非常周杰伦 让我们感觉到是 完全是经历了一个游乐场的感觉 有过山车 有急流泳气 觉得非常非常过瘾 敦豪 你是一个新疆人 你好像很希望赶快离开北京 回新疆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喜欢听到很诚恳的声音 蒋敦豪呢 在演唱的时候 没有任何多余的技巧 然后把一个特别让人心里有感触的故事 带给大家 敏捷 你年纪比较轻 你可能再有多一些集中 把你的那个毒物里头的那个能量 管理得更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更大的光芒 中国新歌声的舞台就是这样 总是带给我们太多惊喜 每一位学员都力求 把最完美的歌声展现给大家 杰伦战队 曾敏捷 16票 汪峰战队 蒋敦豪 35票 蒋敦豪胜出 蒋敦豪可以代表汪峰导师 杀入腰巢 冲刺液 来祝贺下几个学员 谢谢蒋敦豪 蒋敦豪请踏上楼角去求 来 说出自己的新证捩 就很爽啊 我觉得我今天发挥的已经比彩排的时候要好 然后 很爽 恭喜敦豪而豪气的蒋敦豪进入鸟巢 这是实力的担当 但是曾敏捷也没有遗憾 就像他自己所说 在这个舞台上 他唱得很爽 这就够了 把你屋里头的能量管理得更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更大的光芒 我们记住 20岁来自广东东莞 嗓音独具成熟魅力的 九五后耿直少女 曾敏杰 娱乐梦场编辑报道 在地表最强战队 对战梦之队当中 首轮出战的是帅气小伙向阳 和暗黑美少女林凯伦 他们一个是白天 一个是黑夜 最终呢 向阳用他温暖的嗓音 征服了专业的评审团 成功晋级 从盟选到现在 来自新加坡的向阳呢 中文可谓是越来越好了 但他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有这么大的进步呢 有什么小灭诀呢 让我们跟着记者来一探究竟 在中国新歌声的导师对决赛中 作为地表最强战队的学员向阳 一手天台的月光震撼全场 一出场就引得全场迷妹们尖叫 这位阳光帅气的少年 真是其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不知道作为导师冲刺业 第一个出场的向阳 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老师第一次选择我 压力也是非常大 但是心里也是觉得非常平安 因为知道这位老师相信我 那这个令我觉得非常感动 那已经上台的时候 一开始唱已经 看了杰伦老师的脸已经开始没有压力了 向阳的演唱可谓是无所不能 在舞台上就像是看一场美轮美奂的表演 这样的编排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们先选的歌就是天台的月光 那慢慢来就想一想 哦也可以加上这个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那个喇叭的声音 那我也是自己想想 哪一个歌 比较快速度的歌 会跟天台的月光比较适合 那我想到了一个很旧的爵士歌 叫做moon dance 就是在月光下跳舞 就跟天台的月光的意思很配合 我觉得今天我的学员表现得非常棒 他的魅力比我还厉害 他是很随心所欲的 把他所有的内涵 音乐的素养 全部都发挥了 就是我不想等到鸟巢 因为说不定没这个机会 所以我想说 我们就是在这边 好好的表现给这些音乐人看 别看向阳在舞台上是全能 什么口气 小号 beatbox 样样精通 人家可是有底子的 不经历舞台的历练 则会如此的厉害呢 这些beatbox 还有那个喇叭的声音 都是之前可以的 因为我以前 是在一个合唱团里面唱歌 那一直会想到不同的方法 来用我们的歌声 来做不同的声音 就是向着太阳 他的表演比较开心 杰哥是杰伦老师的主意吗 还有中间的小喇叭 这个很像杰伦的漫画风格 杰伦很喜欢把一些有趣的东西 拼凑起来 首先是因为他得有着能力 对 向阳这首歌呢 感觉上你把这个舞台已经变成了 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天台 在听到你的beatbox 我想你就是台上的音乐的魔术师 也非常符合杰伦的这个能力 向阳虽然来自新加坡 却是印尼华侨 为了学习唱中文歌 也是蛮拼的了 学中文的部分 那个就是我认为最难的一个部分 因为在这边唱歌 唱了那么久 已经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每次唱完了 压力就开始 因为就要开始讲中文了 采访的时候 现在的压力也是蛮大 但是还OK了 最近是因为 比较习惯讲中文 因为这边的朋友 交上了很多新朋友 那很少可以讲英文的 所以是 他们是鼓励我 讲中文了 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 也可以听到 他们会用简单一点的词 那为了这个非常感谢 当像杨德芝 唯一一位可以和自己 用英文交流的好朋友 要对决时 不知道他的内心又是怎样的 看到他非常开心 可以跟他一起唱歌 因为我们是 可以说是好朋友 失望的是要跟他比了 每次看到凯伦的时候 当做是老朋友一样 一直会讲话聊天 因为他在这个比赛学院内 是 可以算是比较能讲英文的 所以每次见到他 就会catch up 所以 现在看到他走了 也是感到非常伤心 但是 我对他 刚才看到他表演的时候 真的是 蛮火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 也是为他的未来感到非常激动 每次上舞台比赛之前 作为导师 也许都要对自己的学员进行指导 但是杰伦也许是个例外 我们上台之前 也是排练那个合唱的歌 那 跟杰伦老师只是在后台 我认为杰伦老师 他是知道 在台上歌手的压力 所以他在后台上没有说什么 在台上要这样这样 要这样 他是非常轻松的 就是说 你刚才做什么 吃午餐了吗 这样非常轻松的 我认为是因为他懂 在后台上 会非常紧张 会有很多压力 杰伦老师除了平时的指导 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就在生活中 和学员的相处 也是不同的 我们杰伦站队 我认为是 应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吧 因为杰伦老师非常忙 一直会在外国有什么演唱会 那也是要拍广告还是什么 他是比较忙一个导师 但是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真的是很关心我们 很 他不跟我们一起的时候 是做自己研究 会看到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歌 那比较好好了解 我们音乐的风格 你的身体流的 其实就是音乐的血液 我想跟我们在座这些音乐制作人都是一样 我们简直是看到同类的 而且青出于蓝 这个杰伦老师把你调教的真的太好了 在这个舞台上 向阳表达了对爸爸妈妈他们的爱意 不知道对于未来有什么新的梦想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第一个要说的是爸爸妈妈 爸爸妈咪 什么事 很感谢他们可以在这边 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开心 想不到我可以比到那么远 那又加上了一个新的梦想 就是有一天 有可能 我可以当作一个可以写中文歌的一个 制造歌手 像杰伦老师一样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周杰伦战队对决 汪峰战队 票数是向阳 41票 林凯伦 10票 胜出的是向阳 胜出的向阳并没有因此而有骄傲 他更是觉得自己要沉淀下来 就好音乐来为国天才 祝福杨洛男孩向阳 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娱乐梦场采访 大家好 我是沸沸 首先欢迎今天梦工场的大来宾李维 欢迎李维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维 很高兴 这次来到娱乐梦工场 李维最近在忙些什么 最近是在忙做新的唱片 然后呢这张唱片是在台北录制的 是找了一些台北特别棒的一些音乐制作老师 来做了一些歌曲 然后总共呢有十首歌 其中九首歌呢 都是我自己写的原创作品 在风格上面会比较多样性一点 有R&B啊 有情歌啊 还有一个我才尝试的Rub 也是我自己写的 对 所以有快歌有慢歌对不对 我们也很 期待啊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这个歌曲 我们也希望可以尽早听到你的新的专辑 那听说你最近忙里偷鞋呢 发展起了副业 能不能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 这个副业呢就是餐厅 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做菜嘛 然后我会喜欢把很多不同的食材 经过一些新的想法 把它重新组合到一起 就比较于创意的菜 所以呢我这家餐厅 做的也是比较于创意的菜 也是我会跟大厨一起商量 怎么去创意不同的风格的感觉的 所以说这个餐厅是在新疆乌龙企业 叫做先生有礼 所以说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 一定要来品尝一下 所以听你的这个店的名字 就是一个很绅士的店 很有创意对不对 那也希望下次去乌鲁木齐 可以品尝到你店里的一些创意菜 欢迎 那大家在那么忙碌的工作当中呢 你是如何来调节自身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就是每天生活规律一些 然后按时吃饭啊 然后多锻炼身体啊 跑步啊踢球啊 然后就OK啊 主要是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是的 所以还是要维持一定的运动量 对不对 好了 感谢李维和我们的分享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 就是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 拜拜